出座報復員 開運 看中天 哈囉 我們今天請到帥氣的男王 哈囉 大家好 我叫李祺安 祺安好 還有我們的帥氣開運導人 大家好 我是三維忠 今天 你們手上拿三本book 你就知道吧 叫大家是 沒錯 而且這三本是你的珍藏 來說一下為什麼 會這麼喜歡這三本書 能放在床頭看嗎 對 其實這些都是書 對 這些都是我在睡覺前會看的book 人學氣質 沒錯 因為我覺得睡覺前 是最需要放鬆的時候 是 那看這些詩的話 有時候這些詩剛好說中我心裡的話 或是說好放鬆 那就真的會一夜好眠 真的 那看人達人 你怎麼看 這個book開運吧 書代表智慧 所以居家擺很多的書 或書櫃 有書房 都代表智慧財 書中自有黃金屋 對 書箱 花箱 果箱 茶箱 都是我們最喜歡的 包括這個書箱 門第 對 但今天教大家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 叫做書籍開運吧 很厲害 怎麼個厲害吧 因為古代的飛子都會用這個 黃後 黃帝 要經過的時候 他就在他窗前擺一些書 排氧器 對 叫做 曬書求情 所以你們有書的人呢 記得把窗子打開 把你的書盡量面對陽光 照進來 對 照進來 對 照進來 除了他上他入書箱之後 也代表你的智慧會增長 甚至於還有加碼的版本 沒錯 而且你喜歡誰 我愛燈燈燈 希望能夠燈燈燈 用紅色的紙 黑色的字 寫完之後 插進去 插在裡面 夾起來 悄悄的把它 塞在你的書櫃裡面 好 多唸書 其實我們都知道 書裡面很多古人的智慧 現在的智慧 也有現在人的智慧 大家都把很多心血結晶 就放在書裡面 所以每天多看書 一定能夠讓你多添福氣跟智慧 對 好 記得 今天我們的開園 我們一起 看運看中天 天天直服天 拜拜